你做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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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感覺拒絕天往往來的都比offer快 拒絕天都會在那一瞬間 offer都要等很久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一月就有安排去東北玩 然後就是收到消息之後 就是邊去東北旅遊邊難過 然後邊跟我朋友哭 怎麼辦 我第一間學校都沒了 大部分學校的節日都是1月 但其實那時候有幾間 他其實在你投出去之後 很快就會給你答覆 所以我記得他交了之後的第三天 他就給了我一個 rejection 就其實我在申請過程中 我非常喜歡宮崎駿的心之骨 就我大概這個申請的半年 我應該看了5到10次左右 因為我就會覺得裡面的女主角 其實非常好的反映了我當時的心境 就是其實不能從一開始就期待完美 不用想說一開始的作品 其實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就中間一定都會有需要修改的過程 然後甚至我也有收到了 他們的rejection之後 然後把我作品集整個打掉重做 因為我投了之後過兩天 他就跟我說那個抱歉 這個能力可能好像沒有達到我們系上 就是老師的一些需求 所以就是看你要不要修改作品集 再投一次 或者是可能就沒辦法這樣 中間就是因為這裡 所以又改了一版作品集 可是後來投之後 就還是有兩間 一樣是拒絕 是3月的時候才就是陸續收到 prep跟rcenter的outfit這樣 然後才覺得天啊 總算到了一個盡頭 大概3個月成立了 被拒絕當中很難過 然後又要一直改作品集 就是邊改邊難過 這一版是最終嘛 因為其實每一間能投的作品量是有限的 所以其實當然不會是全部都放上去 就這是一個整合版 對這是拒絕後的第二版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收到拒絕也不一定是件壞事 因為其實收到之後你還是 就是代表其實你還有機會 再去把你的作品集做修改 做得更好之後然後再去申請 然後說一定就是 你再得到的回饋就會是好的 tplace還有申請到獎學金 對我也蠻意外 我看到的時候就真的很開心